欢迎来到给中层的管理课 每当意识到团队能力需要提升的时候 管理者总是第一时间想到做培训 可很多时候培训也做了 为什么有的员工就能做到90分 有的员工却只能做到20分呢 这时候你该反思一下 从优秀员工的身上 能提炼出什么样的价值 这一讲 我教你从流程的角度入手 把优秀员工的个人能力萃取出来 变成组织能力 从而提升团队的整体水平 我曾经辅导过一家 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移动互联网公司 他们的商务拓展团队 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上市公司听起来很高大上 但他们的商务拓展方式 却非常接地气 就是全国几百名推广人员 挨家挨户上门 邀请线下的零售门店 安装他们的订货APP 用这个APP订货 能比传统的经销商拿货 便宜20%以上 团队负责人K总告诉我 刚创业的时候 他带着几个助理 就能够把业务指标搞定 现在反而苦不堪言 要管整个团队几百号人 业务员的能力差别太大 有的做到90分 有的很多只有10分 20分 集体培训也做过很多次 但都效果一般 几个90分的优秀业务员一跳槽 整条线的业绩立刻往下掉 K总邀请我给他们公司做辅导 我就问K总 你们拜访客户有推广的流程吗 K总说有 见到客户 先打招呼 然后推销我们的APP 引导客户下载 最后走人 我告诉他 你这个流程 严格意义上 只能叫步骤 你给推广人员提供了什么工具吗 他们达到什么标准 算是做到位了 他在每一步 要为客户创造哪些价值 这些你都没有定义 K总说 我们的工作本质上就是销售 那不就应该八仙过海 个性成通吗 搞那么多的流程 反而限制了员工发挥 公司以前搞过流程 就是一些文件吧 为什么K总会觉得流程根本没有用呢 因为K总这个完全不能算是好流程 而且犯了很多典型的错误 比如说第一个 设计流程的人 本身对业务实际情况都不了解 K总请过一位很牛的外部培训师 给团队上了三天的销售技巧课 大家听完的时候觉得很厉害 但是根本用不到工作中 第二个 流程建好了 却没有执行标准 或者标准设定不合理 那就限制了员工的执行 比如说 有一个销售步骤叫做 客户需求要了解到位 客户需求包含哪些 做到什么程度叫到位 没有定义清楚 下属们是没有办法去执行的 第三个 没有工具做落地承接 还是拿了解需求这个步骤来说 全凭销售 现场想到什么 问什么是不行的 你至少应该有一份提问清单吧 第四个 流程没有打通部门 变成了一个个断层 只有以销售部为中心的业务流程 而涉及到其他部门配合的 像是回款 付款等等财务问题 产品卖点等等研发问题 全部都没有相应的流程 也难怪K总认为流程没有用了 那么好流程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优秀员工能够做到90分 而普通员工按照流程做 也能迅速地从20分提高到60分 甚至七八十分 在管理团队的时候 管理者能够通过检查每个流程环节 确认下属的能力提升情况 这样的流程才是好流程 那么怎样做一个能够上接业绩 下接地气的好流程呢 这一讲我就教你用四步 把优秀员工的一线经验萃取出来 变成你团队的能力 这四步分别是 萃取最佳实践 统一交付标准 用工具落地流程 以及以客户为导向 打破部门墙 接下来 我用之前辅导的 刚才那家上市公司的推广团队为例 给你具体解释一下 首先是第一步 萃取优秀员工的经验 找到输入和输出 流程就好比草坪上的路 人踩出来的 要比设计师在图上画出来的 更自然 所以最好的设计 是到一线去 近距离调查 萃取经验 输入呢 是指要做好流程中的 某个步骤 需要什么资源 或者工具 输出啊 是指 这一步做好之后 标准化的产出是什么 当时啊 我对K种团队 最优秀的实名业务员 做的深返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优秀的业务员 在拜访客户之前 都会做目标用户信息收集 然后才是客户拜访 而业绩不好的业务员 往往就是直接挨家挨户的 推销产品 优秀员工是怎么做 目标用户的信息收集的呢 好几个优秀业务员都提到 他们会先打开百度地图 看看这家店铺附近 有哪些重要地区 客群收入水平如何 甚至会打开百度的街景 看看目标门店的门头有多大 门口摆了什么 我就很好奇 这些信息 对你们推广 有什么影响吗 他们告诉我 区别可大了 因为是陌生败返 如果不能在开始的三句话内 抓住门店小老板们的兴趣点 对方是没有任何兴趣听你说下去的 所以提前把不同的店归好类 把要说的话术准备好 这样拜访起来 效率最高 比如 如果说是商业区的门店 拜访的时候 就应该突出咱们平台售卖产品的时尚性 如果是门头大的门店 很可能 这个老板比较在乎自身的品牌形象 那么在拜访的时候 就应该多打正品牌 签到自己无假货的承诺 如果是门口摆了一台儿童摇摇车的门店 那往往说明 这家门店生意不好 老板要靠摇摇车招揽生意 那么拜访前 就应该准备好自己的进货报价单 拜访时候 上来就谈自己的低价优势 这些经验 那怎么变成流程呢 别忘了 找输入和输出 对应目标用户信息收集这段流程 输入的是百度地图 输出的是门店的类型 对应客户拜访这段流程 门店的类型变成了输入 输出呢 是对应不同门店类型的开场话数 这样一环扣一环 最终我帮这家公司 总结出了拜访客户的12个环节 一共30个输出物 那么流程是不是有了输入 有了输出就够了呢 还不行 这里啊 还是有很多需要业务员自己去做艺术加工的成分 比如说门店的分类 你的分类是按照工厂区 商业区 居民区 它的分类是追求利润的店 追求形象的店 没有规则标准 这可不行 再比如说 你看百度地图用10分钟 他看百度地图要两个小时 一天总共就8小时的客户拜访时间 回头问业务员为什么没有完成今天的拜访量啊 他说我按你的要求做了呀 结果我花了两个小时都在看地图呢 根本就没有时间见客户了 那么没有定量的标准也不行 这就需要第二步 统一交付标准 这部分就没法由员工们自己来提了 人们总是倾向于要求自己松一些 标准有两类 定性类的和定量类的 我的经验是定性标准类的 由总部汇总民间意见后统一制定 比如门店的分类 这种不要小张一套标准 小了一套分法了 公司统一分类的方法 以及对应的标准化数就行了 我们当时把门店按照三圈大小 店主的需求等等 归成了16类门店 见到每类门店店长 该怎么打招呼的话数都做了统一 定量标准类的 你可以把团队的最好水平 打个八折 作为对大家的要求 比如团队最好的员工 一天可以拜访10家门店 那么普通员工 我们要求他拜访8家 这样定量定性都规定好 一个员工表现的好不好 到底在哪个环节出问题 管理者也就阴目了难了 不过这样还不够 因为你不知道 员工是不是按照这个要求在工作 比如这种在外面跑的业务员 你怎么知道 他真的有按照你的要求准备画数呢 甚至他到过店里面了吗 这就需要关键的第三步 工具化成绩落地 流程要变成文件 变成工作指南 这家公司当时开发了一个 员工拜访管理的APP 员工在每天拜访客户前 必须按照APP里的提示 填写目标客户的信息 信息填完之后 自动生成目标门店类型 标准画数等信息 提示业务员可能出现的反对意见等等 员工拜访完门店后 通过GPS定位打卡 迈进成功的门店 需要业务员填写下一步的订单计划 迈进失败的门店 需要填写在哪一步失败和失败的理由 业务员拿的这个APP 只需要一步一步按照要求完成 每一步花多少时间 成功率等等信息 也都会被记录下来 同时也为业务员的上级 提供了参考资料 帮助业绩差的业务员 找到改善抓手 这样做起来 员工想做不到60分 都很难 团队的各级管理者 也变得轻松起来 除了自己开发工具 市面上也有很多非常成熟的 流程工具软件 这里我就不给他们一一做广告了 到这里我们就完成了 对一线优秀经验的萃取 把原本只属于小张小李小玩的经验 转化成了团队的组织经验和能力 流程接完了吗 还没有 我在这家公司的流程里 发现了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环节 那就是 推广人员拜访客户的流程 和财务的数据不打通 举个例子 推广人员好不容易拿下了客户 结果财务审批客户的经营许可证 要等两个星期 问题是 客户门店是不关心 你们企业到底要省什么的 如果这个客户拜访流程 仅仅到了说服客户 安装APP为止就结束了 那就成了 断到断的流程了 而好的流程 应该是端到端 从业务发起的这一端 到业务完结结束的那一端 也就是说 如果客户没有下单成功 前面的努力都是白费的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你还需要用流程 来打破这样的部门墙 这就是第四步 以客户为导向 打破部门墙 你需要评估 现在的业务流程 有没有内部的断层 是不是以客户为中心的 当时 在我的建议下 财务部 技术部 销售部 等等部门都做到了一起 大家联手 打通了流程的最后一段 把审核时间 从两个星期 压缩到了25分钟 这个环节 我在第四模块 讲价值链那里 还会详细展开讲 最终 这个团队当年创造了中概股在纳斯达克前三的业绩增长 我想客户拜访流程的彻底打通 应该也贡献了一点点力量 好 总结一下这一讲 我跟你说了 怎么用四步完成经验萃取 搭建出好流程 这四步分别是 第一步 萃取优秀员工的经验 找到输入和输出 第二步 统一交付标准 第三步 工具化承接落地 流程要变成文件 变成工作指南 第四步 以客户为导向 打破部门墙 在这里 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请你审视一下 你的团队业务 现有流程里 你认为 符合这一讲说的好流程的四个标准吗 如果不符合 你打算怎么优化呢 欢迎在留言区 和我分享你的思考 建好流程还没有结束 我们还要持续优化业务流程 不断提高效率 那怎么做呢 上一讲我们说了 怎么建流程 但你的实际情况可能是这样的 业务流程也有 但执行起来总是磕磕绊绊的 也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优化 这一讲 我用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案例 给你讲一讲 怎么对业务流程做持续优化 我辅导过一家公司创意团队的负责人 M总 他负责的团队 每天需要从数百条社会热点中 选出四条作为创意 敞出宣传文案 最终给市场部做宣传材料 但因为每天都要做这个工作 又是创意型的工作 所有人都特别累 尤其是M总 每天苦不堪言 基本上是十几个小时连轴转 下属小T给他提意见 小T说 现在大家都超负荷运作 这样下去肯定不行 能不能加几个人 M总听了小T的建议 又多加了五个员工 结果更不轻松了 人多了 厂出却没有增加 M总又没有精力带他们 几个月之后 又陆续走了 你认为 在这个过程中 M总哪里做错了呢 我总结下来 M总至少犯了三个典型的错误 第一 问题描述错了 M总想要提高团队效率 但效率只是表面现象 根本原因 是业务优化的目标 就没有想清楚 第二 M总找错了解决方案 还没有找到病因 就决定加人 结果人员流失更严重 第三 行动的时候 节奏踩错了 上来就加人 想一步到位 而不是逐步的迭代 没有给自己 留出调整的余地 那么 我当时是怎么帮M总 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拿出一张A4纸 用三个步骤 带着M总 一起做了一次流程优化 接下来 我把具体过程讲一讲 第一步 先把问题描述清楚 我请M总用Smart的法则 把改进目标 清晰地描述出来 Smart就是要求 我们把目标 说具体 可测量 可达成 达成之后 对于管理的动作 是要有相关性的 并且要加上完成的时间 这一步的目的呢 是帮助管理者 自己想清楚 到底要解决 流程中的哪个问题 M总最一开始 写的是 我希望提高 团队工作效率 我用Smart的标准 来帮他调整了一下 什么叫效率 怎么评价 效率算是提高了 多久时间内提高 第二把呢 他就改成了 希望用三个月的时间 把目前自己带领团队 每天敞出四条创意文案的时间 从12小时 减少到8小时 你看 这么一改 是不是一下清晰多了 所谓的效率低 就是敞出同样的东西 花的时间多嘛 一下子就把抽象的效率 变成了具体的目标 从12个小时到8个小时 而且用三个月的时间 目标合情合理 不激进 既可以达成 也有时间限制 还可以测量 同时 我还请他做了一个补充 那就是 写一下 约束条件 这是在描述问题的时候 很多管理者会忽略的一个细节 结果就特别容易按下葫芦 扶起瓢 比如 效率提升了 结果成本增加了 或者是成本控制住了 结果违反法律法规了 M总思考了一下说 我的约束条件是 四条创意文案的用户转化率不能下降 也就是说 时间缩短了 质量不能下降 有了这个目标作为指引 就可以做第二步 对问题做结构化拆解 关于什么是结构化 得到了有很多这方面的课程 我就不再展开了 要想把模糊的问题 拆解到本质 符合MISI原则 不重复 不遗漏 我跟你说三种 常见的拆法 第一种是公式法 我在第十一讲 如何给下属分配任务里就有提到 通过计算公式 找出目标达成的抓手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 我曾经有位老领导 当年指导我们在年底 快速提升柜台的 护护品生意的时候 用的就是这个公式法 当时我们的业务公式是 柜台的生意 等于零贵人数 乘以成交率 乘以客评价 乘以连带率 有了公式 你就可以根据公式 寻找发力点了 比如刚才这个公式里 零贵人数 就是多少人到你装柜 短期你是改变不了的 成交率 短期也改变不了 客评价呢 是指卖出去的护护品 是贵的还是便宜的 一般来说贵的肯定更难卖 所以要想短期充业绩 当时团队就把突破口 放到了连带率上 顾客平时来了 只买一份 如果你能让他买两份 那么你的生意 就等于翻了一倍 我们当时就集中所有的资源 冲击美容产品的连带率 果然取得了不错的业绩 像这种方法 特别适合去拆解目标明确 达成路径清晰的问题 第二种呢 是要素法 项目关键要素 是人财物 那么 要提高项目质量 就要从这三方面找原因 再比如说 快消费业务的四大要素 就是4P Place地点 Promotion 促销 Prada产品 和Price价格 管好4P 生意就差不离了 这种要素法呢 特别适合拆解 有现成成功经验要素的问题 第三种啊 叫做步骤法 这种方法 特别适合 像M种这种 遇到的流程型问题 我当时啊 就请M种 把每个步骤写出来 然后写出每个步骤 所花费的时间和资源 最后再看一看 哪些环节可以优化 M种在A4纸上 给我画了一个表格 我找出来 也放到了文稿区 你可以对照看一看 看到这个表 我马上就发现了三个问题 第一 耗时间最长的 其实是第五个步骤 创意变文案 而同时啊 这个部分在难易程度上 是最简单的 那完全就可以授权给团队 培养他们独立出文案的能力嘛 第二 M种现在带着两群人在做事 一群人专门负责找热点 另一群人专门负责写文案 从创意变到文案这一步 两个组的人啊 光是交流想法 就要花费两个小时 两组人 看似专业有分工 其实负责找热点的人 没有负责文案落地环节 没有办法获得有效的用户反馈 反而削弱了他们对热点的敏感度 导致啊 热点收集 成为了仅次于创意变文案的第二号时步骤 要有三个小时 第三啊 M种无处不在 所有的环节都有他 他成了团队进度的瓶颈 一旦他不在 整个流程就走不下去了 比如 有一个环节啊 是他和市场部开会确定备选创意 这两个小时呢 团队基本就空转了 得等到他出来之后 再进行接下来的工作 针对这几个问题 我建议他拿出有针对性的改进行动计划 第一 培养团队一条龙的工作能力 从热点收集 到热点变创意 创意变文案 从头跟到尾 这样 既可以省掉两组之间交流想法能两个小时 也可以提高热点信息搜索的质量 第二 在他和市场部确认创意的那两个小时 团队别闲着 继续收集信息 为明天的创意储备素材 这样 第二天的热点信息收集 就不再需要四个小时了 只需要两个小时就行了 第三 培养团队创意变文案的能力 把M种抽身出来 做带星人建系统等等 其他增加土壤肥力的工作 这样一算 纸面上的时间 就已经可以从12个小时 降到8个小时了 那么 咱们的任务是不是就完成了呢 M种现在是不是就可以立刻大刀阔虎的去干了呢 且慢 忠诚管理者要习惯于在0和1之间 有0.1 0.5 0.8 不要急着一步到位 所以第三步 在A4纸的最下方 写下最小可行性单元MVP几个字 最小可行性单元MVP是埃里克赖斯在精力创业这本书里提到的 它的本义是指创业者不要急着一步到位把产品设计到完美才推出来 而是可以先有一个MVP来跑通流程 接受市场反馈之后再迭代 管理上的动作也应该如此 不要追求一步到位 因为你没有完整的跑过一次之后 很多问题不会爆露出来 所以M种抽掉了一个6个人的小团队 作为这次变革的MVP 完整的跑了一遍 从热点收集到热点变创业创业变文案的过程 其他下属暂时不做改动 一个月之后他高兴的告诉我 目前6个人的这个团队 已经可以做到9个小时产生文案了 虽然离终极目标8个小时还有一点差距 但是这一个月 几乎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间都在缩短 也整理了非常多的细节出来 萃取了不少优秀员工的经验 方便其他队员未来扫走弯路 所以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说到这里我感慨一句 一位华为的老师和我分享过这样一个观点 他说管理的本质 就是一个去艺术化的过程 艺术靠的是作家的灵感 很难复制和推广 所以艺术品非常昂贵 但是现代企业要的就是大规模复制 所以管理者要借助的手段是流程和制度 是工程化 他要基于步骤 数字 事实 有了好的流程 你就可以把优秀员工的个体经验快速复制 变成整个团队的能力 有了好的流程 你就可以持续改善业绩结果 这也是为什么在98年华为转型的时候 第一件事就是向IBM学产品开发流程 好 总结一下这一讲 我从一个M种的流程优化案例出发 给你讲了怎么用结构化的思路 三步完成问题拆解 第一步 用smart法则把问题描述清楚 第二步 对问题做结构化拆解 第三步 不要急着一步到位 先做最小可行性单元 逐步迭代 在这里 我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请你找出一个管理中的问题 试着把它描述一下 写在留言区 我会从留言区中挑选点评 告诉你 这是好问题 还是坏问题 到这里 流程这个部分 我就和你说完了 做了负能 优化了流程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怎么对下属进行绩效管理 我会从一对 特别容易混淆的概念 考核和考察讲起